十五名大法官余貫走入法庭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三號 我國憲法法庭第一次開庭 審理釋憲案 是由立法院提出 針對政府向銀行奢借款 是否應列入公債發行條例 規範管理 行政 立法 雙方各自陳述意見 公開進行辯論 台東縣當地的布農族 以舞蹈和歌聲來慶祝 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三號 新武呂熙餘類保護區 在台東縣海端鄉正式成立 之所以被農委會核定成為 國家級保護區 海端鄉的布農族居民 費盡心血 首先封閉新武呂熙三年 讓各種保育稀有的魚類 重現生機 機艙門打開 貓雄團團圓圓現身 他們終於抵達台灣 2008年12月23號 民眾期待已久的中國 四川貓雄團團圓圓 搭乘專機飛到台灣 由警車開到 前往他們的新家 台北市立動物園 圓滾滾的身體 可愛的動作 讓他們很快就成為 動物園的大明星 華誌新聞木下翠 彭冠霖整理報導